各位好 您将借由这支影片 认识我国收容事件 线上审理新制度 为了更有效率的审理案件 并且完整地保障您的权益 当您在我国的收容期间 内政部移民署将依照个别案件的情况 利用资讯系统 向法院线上申请 序语收容或延长收容 所谓资讯系统 指的是司法院的收容事件 线上审理系统 法院也会透过这个系统 进行线上收账及分案 诉讼文书也是电子化后 经由系统线上传送给移民署 当您同意使用电子文件和电子签名后 在完整的程序保障下 您也可以享有线上审理程序 带来的安全和便利 在法院开庭时 会有通议在场 全程协助您了解程序及笔录内容 法院会做成电子笔录 让您及时确认内容后 再用电子签名板签名 不用等待传统的纸本列印 传真及邮寄 最后您会收到法院的裁定证本 只要在电子送达证书上 用电子签名板签名 就完成收受裁定的程序 收容事件线上神力系统 全新上线 安全 便捷 简单 FM FM